非常歡迎愛麗絲將軍再次率領符和研究所訪團來到台灣 你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溫暖的友誼 更是對台灣強而有利的支持 符和研究所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所提的各項建議 包括對台海局勢的見解 深受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重視 我要感謝符和研究所長期深入研究台灣議題 讓台灣在國際上獲得更多支持 也期待稍後跟各位專家學者 針對印太局勢來交換意見 近年來俄乌戰爭、以哈戰爭 以及中國的軍事行動 對全球和平以及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造成巨大的挑戰 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站在民主防線的最前沿 會持續努力 為全球的民主和平繁榮做出貢獻 我們將積極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包括強化國防力量 建構經濟安全和民主國家夥伴深化關係 並且以穩定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能力 來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美國近年來自力行作網格狀夥伴網路 來促進大西洋和印太聯盟夥伴的相互支持 我們也希望台灣和美國等全球民主夥伴 透過更緊密的合作網路 持續強化結盟的力量 共同撐起民主保護傘 讓民主國家免移威權擴張的威脅 他們更加緊密的作為 共同撐來沖 每天都要包取出大面 和平衡震 共同撐來沖 並且往秋北 出沖